老師您畫面我切過來一下 我們剛剛用了這個Google的那個火鍋的DarnoTel 它只有直接下來對不對 不像我們剛剛那個線上還可以直接翻轉的MV3 那如果說您可能有比較多檔案 或者說您透過這個方式 你想要把這個影片的聲音拿出來 或者要找它不同格式的時候怎麼辦 這裡呢有兩種方法 我想我們現場是比較適合第一種 就是直接用格式工廠 格式工廠這個小原點幫我們做個轉換就可以了 那格式工廠呢它除了做轉檔的這個動作以外 其實它因為什麼 比如說如果老師有那個光碟片啊 影音光碟啊我可以直接做截取 直接做截取齁 那也可以截取部分的內容 或者直接從CD直接轉MV3 所以它功能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麼您在我們的應該是免費軟體2裡面 免費軟體2 我找一下在我們這邊 裡面1沒有 我放在2裡面齁 在這個免費軟體2 糟糕 我剛剛突然發現一件事 老師的電腦沒有裝CV3 所以這個你會沒辦法解壓錯 會沒辦法解壓錯齁 好那我先講好的 等一下我下一個之後 我再另外派送一個東西給大家 好不好 我先講齁 我就直接從我這邊執行 直接執行這個 OK你現在打開之後 它是這個版本齁 那麼怎麼用 很簡單 那張版本齁的影片 脫衣進來就好 所以我們先找到 比如說我現在這裡有一段影片 這裡有一個 你看這個抓下來的 這首歌應該大家聽過吧 不是很確定的 我直接放 這個蠻多那個 學校會 這好像是大愛的 大愛的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對不對齁 好 這是一段MV 那 怎麼樣把它拿出來 可以緊了齁 好 來 那你就把這個呢 就用脫衣的方式丟過來 他就會問你一件事情 請問 你要轉 轉不同的影片 還是 我只要把那個 有沒有聲音 有沒有 聲音抓出來 就這麼簡單 假設我要抓聲音出來 那 通常我會比較建議老師就是 在這裡 留意一下 我們輸出的資料夾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選擇 好 看是到我的文件 還是說 通常我的 做法都是 我影片放在哪裡 輸出的版本就放在那裡 這樣比較好找 所以 我已經把 預設子已經改到這邊來 那所以 找去呢 你很單純的 只要按確定 這樣就一個進來了 你可以再做第二個 第三個 等到通通都做完了 再來按開始 或者如果你有比較多手 多手一起選牆 就直接丟進來 那大概就套用一樣的設定 我先做一手就好 這樣就直接轉檔 所以事實上線上的服務 也是在做這一個 只是他在原端做 我們在本地端做 可以 我們在地上做 他在天上做 這樣子而已 好 做完了 這裡有沒有 就一個了 因為只有生命 所以檔案就會想要多 所以這個是 左右格式工廠 格式工廠 那如果 你本身是影音光碟 像我現在光碟片裡面 有一個 他也可以直接從這裡 在這邊 你可以看這裡 左手邊 有沒有 直接把DVD轉成影片 好 直接轉成影片也可以 所以像我在這裡做 按一下 他會直接讀取我的光碟機 好 像我光碟機裡面 那個是一個 那個烏克力 有些學校朋友 對不對 那你可以選擇你要哪一段 你要哪一段 你要哪一段 所以 格式工廠是功能 比較多 雖然它是軟體 好它是軟體 但是 如果說 因為畢竟你要把這個光碟 傳到Serveer上 或者YouTube上 可能是比較麻煩 要傳很久 我們在地上 做一次比較快 不一定通通都要丟到天上去 OK啦 那我們就先 稍微休息一下